Nio聊世紀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土耳其人對賞哥德仁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超級隨機 很久沒有看到超級隨機的地圖了 偶爾還是要來播一些阿拉伯以外的地圖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邊紅色是選擇了哥德仁 哥德仁最大的特色 吃這個犀牛還有羚羊的時候 可以吃的比較久一點 他的攜帶量也會比較多了一些些 我覺得哥德仁的玩法 前期可以打一些棒棒開球也是蠻適合他的 但他的經濟加成也就 也就只有這樣子而已了 所以後期他的經濟會比較差一點點 哥德仁的後期的經濟是不好的關係 所以他的步兵有折扣 但折扣方面一樣是需要大量的肉 跟這個資源才可以產出大量步兵 想有這個折扣 所以哥德仁玩起來會比較偏向於注重在農的部分 軍事方面不會太強 通常很容易被走下來 所以不太建議瘋狂打強軍事 反而會脫到自己的經濟 這個超級隨機一開始有兩隻刺頭 看到這邊兩隻刺頭跑來跑去 已經衝到對方家裡看一下 哥德仁後期可以打火槍 還有哥德衛隊還有劍兵勇士 這三種兵會成為他的主力 當然還有這個擊兵 攻兵路線會比較弱一點 當然有火槍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這邊刺頭先拿到了一個擊殺 那土耳其人是挖金速度最快的文明 本身就有這個絕金速度 然後再天生又有再額外加成 所以土耳其人本身來說 是一個非常吃重黃金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不能出垃圾兵 垃圾兵是不能升級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在後期沒有黃劍的情況下 是非常弱勢的 但是有一個強化 就是讓他弱馬可以免費升級 而且是自動升的 可以直接升到大落馬 而且遠方也比較高一些 所以有一些土耳其的特殊打法 是直接塑地 然後用這個落馬 去尻包對手的一個做法 然後這個打法 在我們頻道裡面 只有出現過一兩次 所以我們就不細講 那土耳其的後期陣型 會比較偏向於土耳其火槍兵 或者是打這個他的馬弓 因為土耳其的馬弓是全遊戲 裡面血量最多的馬弓 所以土耳其後期可以打火箱拼 配馬弓跟駱駝 還有大落馬路線 會比較適合他 那再來就是他的火炮塑 可以讓火炮射程再加二的關係 所以在一些特殊情況下來說 他的火炮是非常有載之力的 所以對於遇到土耳其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他的火炮 因為紅茶可以用火炮 做出一個很好的一個反擊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圖 那這個超級水晶的外面 一樣像是競技場一樣的 所以就是數目都非常多 那左邊這邊也是 都是木頭 中間的話沒有黃金 也沒有石頭 都是少量的木頭 中間這個地方 就是擺明就是跟你說 我就是拿來讓你打架的 不用去什麼空圖 這邊就是單純打架去進行打 雖然說不用空圖空之餘 但其實一些重要的 佔戰略位置也是蠻重要的 畢竟你有大量的土地的話 還是可以撒農田的 因為這個農田也是需要吃大量土地的 如果你的防守區域 直接去撒農田 很容易就被騷擾到 所以這個防守的戰略意義 主要是要守農田 而不是守礦點 那來看一下這邊互打 這邊互打看起來 兩邊血量都掉的一樣快喔 但不知道誰會贏 後面有人又來攪局了 哥德仁 道特會先死去嗎 哎呀 死了一隻刺猴 但另外一隻過來補了一刀 結果最後是由右 這邊拿下來了 最後一隻刺猴的勝利 那兩邊刺猴都已經 好死光了 只剩下 藍方只剩下一隻而已 而且血量是3滴 那這張地圖 其實也不太需要去探圖 因為地圖就這麼小 兩隻刺猴 應該這個時間點應該也探完了 所以接下來 兩邊就只能用剩下的資源 去跟對方做對打 石頭只有2800 黃金只有少量的 887 還蠻多 888才對 其實還蠻多喔 像這種地圖很 資源匱乏的部分 玩這個瑪雅或是瑪莉 其實可以玩的蠻舒服的 因為瑪雅有這個15%的資源持續的效果 這個黃金礦跟石頭可以多挖一點點 那瑪莉則是黃金可以多挖10% 所以像這兩邊地圖來說的話 如果你要用這個少量黃金來取勝的話 通常都是打快攻 不然就是要打垃圾兵大戰 只有這兩種選擇而已 好 那目前看到 又把自己家裡先圍死了 防守還是相當注重的 並沒有怠慢自己的防守路線 哥德人道德這邊反而是想要先打個強軍師 因為他覺得地圖很難守吧 想要先直接開嘎 然後用這個強軍師把對手避在家裡 讓他不要出門 家裡就可以稍微透一下經濟農上去 我們剛剛開頭有講 哥德也很適合打棒棒的一個做法 這邊棒棒一出來直接尻十次 剛好做一個攔截 哥德這邊直接打了五棒棒的數量點多 這有可能是要打裝甲塔 這張地圖非常適合打這個快攻路線 裝甲塔就是一個上古戰術 以前的玩家們很喜歡打這個裝甲塔戰術 但是通常會出到五隻的裝甲是有點少見的 通常都是三裝甲出去開尻 然後配上三隻村民 或是四隻村民 甚至五隻 然後去蓋劍塔 然後用這個裝甲步兵去拆牆 果然拉到四隻 五隻 他後面有再繼續補村民 那道德這邊的戰術應用還算是不錯的 這邊劍塔也好想要直接毒口 射掉了一些裝甲步兵的血量 裝甲步兵現在沒有地方可以打 要不要先打個房子 或是射箭場均勻之類的 但看到均勻之後又有射箭場 應該心力有數 對方的弓兵等等就要出來了 這邊再插一根劍塔會比較好 然後他也去偷挖他的石頭 反正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邊中間手果然在偷偷射擊 但是劍塔快要蓋好 四到五個人的優點 就是可以讓劍塔的 一收村 村民可以直接把劍塔的箭矢傷害拉到最高 但是其實這個劍塔只要塞四個人 劍塔的傷害就會到最高 不用到五個人 那為什麼要拉五個人 只是單純就是要讓自己建造速度快一點 所以其實西班牙人打這個裝甲塔威力也是蠻強的 因為他建造速度快 這邊直接用磚步兵砍掉射箭場 賺了175木頭 賺完木頭之後又直接拿磚步兵直接上去硬砍 但後面有非常多的弓兵在後面輸出 磚步兵直接撤走 但還不錯 道德這邊控兵控得很好 這四隻裝甲還存貨的 而且這邊劍塔也在輸出 哇這邊沒有 控好直接被射掉了才剛 誇道德這邊裝甲控得不錯 結果就送掉了 好現在裝甲步兵要保存一些數量比較好 但這邊裝甲步兵直接上去硬砍 村民直接反擊 損失掉了一隻村民跟所有的裝甲步兵 道德這邊想要再稍微圍一下防守下劍塔 但是村民已經圍了過來要直接開扁 好這邊讓對方的村民貼到這個劍塔就沒救了 好拉少量村民去打殘血村民 但這邊又控兵控得還不錯 這個少量血量村民應該是能走得掉 好道德這邊勉強守住了 好不是道德 右這邊勉強守住 但有一隻村民 道德在裡面移溜了出去 喔殘血跑得出來 哇這個控兵控得很極限 哎呀最後還是死了一村 好那右這邊也是把這個劍塔慢慢建立起來 但是道德也是馬上起了一根劍塔 但現在只剩三村劍塔 蓋的速度很慢 直接選擇放棄 蓋到66%就不蓋了 選擇低調 好那右這邊經濟已經快要上到城堡時代了 已經先點下了 20分點下非常快速 哇這個時間點 他的資源配置配得很好 一個人配金 然後其他人挖石頭跟木頭 還有這個肉 然後有一個馬賣方式買上去也可以的 好到這邊管事扣買賣一波 好家裡並不是出弓兵 而是出毛兵 然後移上城堡時代的土耳其人 可以考慮在家裡差一根城堡 然後就可以出土耳其火槍兵 那這次土耳其火槍兵 改版也有稍微做一個小小的改動 他本來射程是8射程 改為7射程 稍微平衡了一下 跟這個弓兵的射程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們兩個在互射的情況下 土耳其人不能再用自己的射程優勢 盡情甩槍了 算是一個不錯的平衡 不然之前的土耳其火槍兵對於新獸來說實在是太難解了 射程遠 攻擊力又高 如果把這個射程拿掉一點點的話 這個火槍兵就不會這麼的難打了 好那到時候這邊在家裡正方前線的部分 蓋一下自己的地棟城堡 好但是割著這邊也是 拉了一堆村民也是想要來蓋城堡 但是這邊騎士已經都看在眼裡 好這邊是城堡想要蓋哪 想要蓋這嗎 想要來奪這塊金礦嗎 看起來有點像喔 好但火槍兵出來了 好你看火槍兵現在是七色塵 這個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土耳其的愛好者的話 玩土耳其火槍兵這個點是需要注意的 那土耳其你的火器單位有血量也是比較多的 所以這個火槍血量有44滴血 通常一發投資車是打不爆的 所以這個在玩投資車去砸對方土耳其火槍兵的時候 也是要去注意的 好不然你的投資車很容易被對方火槍給換掉 好那一算到城堡時代 哥德這邊按了一隻 哥德威隊 但是土耳其人這邊火槍兵已經按了起來 這邊要有效抵禦對方火槍兵的一個辦法 就是出戰毛兵或者是出攻兵都可以 但是你看火槍還是有這個致命的殺傷力 如果戰毛兵的數量不夠多還是很難打贏的 好哥德威隊只按了一隻沒有繼續按 投資車慢慢走得出來 想來拆除外面的箭塔 但發現外面一台箭塔都沒有了 家裡的箭塔也都解光 中間下了一個修道院 但這個地圖是沒有聖物的 所以這邊下修道院 單純可能只是要防騎士 去拆自己的青頭 那哥德目前的走向是偏戰毛純系列的 這裡補了一個戰造學 後面有補工程器製造所嗎 喔有 在家裡這裡補了一個 重點 這工程器製造所相當重要 哇這邊再補一棟城堡 哇這個又 這裡打得不錯 這個城堡建立起來 頭車會很難做事 而且自己的鐵大人都被騷擾 讓對方有一個很好入侵自己的機會 這邊戰毛兵看一下輸出打得不錯 換掉了幾隻火槍兵 火槍兵的數量一直在下降 哇六隻戰毛兵就可以一直集火掉一隻火槍兵 效果非常好 但是這跟城堡還是要被建立起來了 這個老頭點一下 啊倒了 城堡已經建立好 好戰毛兵趕快走 好目前看到左邊 倒特左邊的TC跟城堡沒有太大的動作 即使這邊射進去了 也沒有把兵派進去打 那又這邊反而是繼續出了一些單位 想要來繼續攻擊 而且還來偷了一下哥德爾的黃金礦 好那這時候倒特看到自己的黃江被挖了 趕快蓋一棟城堡 想要阻止對手來挖黃金 想要阻止對手來挖黃金 這個投資車能夠來得及 去打後面 蓋城堡的嗎 哎呀直接互換掉 還可以啊 好一直哥德爾的衛隊走進去 那裡面有火箱兵在做駐守 兩隻火箱兵 哥德爾的衛隊看到火箱掉頭就走 頭也不回了 右這邊公室篩稍微有點減緩了 好像不確定現在兩邊要怎麼打 那這裡有個比較特殊的打法 就是直接在這邊鏟出衝車 然後往上走 然後往右撞 然後裡面呢 再殺一些 放一些哥德爾衛隊進去 然後再靠近城堡裡 這是一個哥德爾的衝撞城堡的一個近戰戰術 通常是用在這種時候下 但這個打法是需要非常大量的木頭跟黃金的 算是孤注一指的一個打法 那這個打法的優勢就是可以快速的把自己家裡搶下來 然後進行迅速的反攻 那目前村民宿是由稻河這邊 七十二村哥德爾人領先 右這邊只有六十村 大概差十二村左右而已 好 偷車 想用硬砸 砸掉兩隻戰毛兵 火箱兵開射哥德衛隊 哥德爾衛隊直接被找走 這時候 土耳其人點一下帝王時代 這邊直接雙TC樹地 那帝王時代一好城堡就很好拆除了 所以現在哥德爾人應該也是目標 趕快升到帝王時代才是 所以哥德爾衛隊不能按太多 好 騎士繼續巡邏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特別奇怪的戰術 這邊頭車硬砸 砸了一下哥德爾衛隊的血量 火箱兵射得有點炮 完全打歪 沒有打到哥德爾衛隊 哥德爾衛隊反擊 一手拿下 但是自己的哥德爾衛隊滿血的被找走 直接反擊 哇好痛 直接一拍拍下去 頭車直接砸掉三隻戰毛病 好 下方這邊沒有任何動機 從這也沒蓋 哥德爾人這邊是按下了自己的帝王時代 大概差了一分鐘 那現在土耳其人巨型頭司機的一個優勢 是有一分鐘時間的 好 弄天慢慢灑得出來 好 頭車配火箱壓力越來越大 哥德爾衛隊直接衝過來 想要直接硬解 好 死到帝王時代 馬上去按下家裡的巨頭吧 或是這裡的前線者 都可以二選一 現在沒有木材 按不下去巨型頭司機 有點窮啊 這個木頭太少了 沒有木頭關係 先補了一個增兵技術 然後再下了一個巨型頭司機 巨型頭司機是決定放在家裡 想要先拆除家裡的巨頭的問題 城堡的問題 不是巨頭的問題 這個城堡 讓他們無法安心的去挖礦 這兩邊礦區都是 所以這邊盡早拿回來 確實對右這邊是比較友善一點 好 高地火箱直接反擊哥德爾衛隊 哥德爾衛隊反擊也是蠻痛的 收掉了一隻火槍兵 大火槍兵直接一個反槍 哇 這個甩槍甩得漂亮 甩掉了三隻哥德爾衛隊 好 土耳其火槍兵 向攻擊力107 如果升到精銳的話 我記得攻擊力是22攻喔 其實蠻高的 好 繼續甩槍 甩掉了一隊哥德爾衛隊 哥德爾衛隊直接被打回城堡底下 好 這邊巨型頭司機終於產了出來 這邊有要修禮嗎 看起來是有要修 但拉的村民並不多 可能修個一死一下 畢竟他的石頭也並不是非常多 道德這邊可能 如果要堅持修下去的話 需要再買一點石頭 家裡的石頭也快被買完了 好 下方這個城堡也是拉了一些村民 也是拉了少量 這邊終於點下了無政府狀態 無政府狀態是哥德爾人的非常重要的科技 只要點下之後 均勻就會產出哥德爾衛隊了 就可以非常迅速的量產 好 現在升到地獄的時代 哥德爾人有步兵65折的折扣 這個折扣相當有優勢 這邊走過頭了 我也是要靠村民 好 城堡直接戲手 火炮已經出來 好 這個TC裡面的村民可能會有點難跑 高特這邊會派仲軍去防守嗎 好 直接把巨型頭司機往下拉 要來開閘下方的城堡 但這邊已經被道德看在眼裡 有隻哥德爾衛隊走得出來 硬拆應該是沒問題 哇 攻擊非常高 又這邊有點送巨頭 送好送滿 但是自己的TC也快要承受不了火炮的輸出 好 右邊繞了少量的哥德爾衛隊 直接走進去 無視烈網塔 但家裡一直有火箱兵在防守 應該是能守住的 OK 把家裡的城堡打爆之後 道德又可以喘息的空間 村民宿目前還是哥德爾人優勢 拆了兩台巨型頭司機 道德這邊稍微可以反擊了 OK 折扣威力開始感受出來了 由於這種地圖中黃金很少 待會黃金挖完之後 土耳其人就很難打了 這邊只能盡可能的拆圖上方的 如果他剛剛又一開始 就把兩台巨型頭司機 拆完城堡之後再拆掉左邊TC 那道德可能就會直接倒光光 也說不定了 但現在讓這邊多狗了一些資源 這邊村民再繼續逃掉也沒什麼問題 但哥德爾沒有想要正面反打 土耳其的火槍部隊 反而是往下開始進攻農田地區 確實燒得到了兩片農田 這幾片農田都被直接爆打一波 哇 火槍兵直接遠地倒光 道德這邊的衝鋒打得非常漂亮 雖然這邊有點撞城堡 但很順利的燒得到TC附近的村民 哇 黃劍村民也被打了 左邊這邊火槍兵想要回救 正面的哥德爾衛隊上去想要硬尻火炮 但看到火槍兵直接往後撤 但家裡已經被BBQ的狀態 又其實有點受傷 村民處降至只剩下52村 完蛋啦 38個人閒置 52個人還在降 好 但是道德之以損失也是非常多的村民 大概損失了十幾村 但村民處還是七十幾隻 這邊的互相傷害打得其實絕妙 還不錯 哥德爾衛隊現在造價非常便宜的關係 省下非常多的黃金 所以這樣子打到後面 我覺得這邊可能會對哥德爾人會有點優勢吧 雖然土耳其人有火槍兵 但火槍兵可以用自己的戰毛兵解 所以現在右這邊一定要保存火炮的數量 數量越多的話 盡可能可以打爆對方戰毛 要自然而然就可以把自己的火槍兵守住 這邊火炮打一炮打得不錯 打掉了一些哥德爾衛隊 這邊想要直接硬傷了嗎 沒有 選擇走掉 火炮在一個預測位置 直接砸掉四隻哥德爾衛隊 這就是火炮的 有操控的威力喔 到這邊村民處慢慢拉了回來 左邊這塊區域是他的防守動地 這邊想要來幹嘛呢 蓋火炮塔嗎 這邊有很多戰毛兵 直接買賣 買了一棟城堡起來 想要再建立一棟新的戰區 哥德爾衛隊數量現在不是很多 如果這命打的話 對哥德爾人會有點危險喔 有火槍可以進行的poke甩槍 又這邊轉出了一些大路馬 火炮直接硬炸 炸爆了炸亮的戰毛兵 戰毛兵有點麻煩 現在被打有點痛 但這邊火槍兵也是被換掉了非常多的數量喔 從二十幾隻的火槍兵只剩下十幾隻 十五隻而已了 快要講幾一半 最新頭司機直接架起來開拆 我覺得這個是YOW的最後一波反攻 假如這一波反攻沒有成功 YOW就會危險喔 這個哥德爾衛隊後面折扣越來越多 省下更多黃金 還是可以繼續反打回去 當然現在又把這塊金給控住了 所以又關鍵就是把火炮 把對方城堡拿下 然後自己不要損失太多火槍兵 基本上 還是有機會可以拿下這場比賽 這邊肉馬可能要多出一點當肉盾 好城堡要拿下來了嗎 雙鳴只剩下三個人在修理 石頭不夠多 選擇放棄棄手 哥德爾不買石頭 但是YOW的城堡也爆了 兩邊城堡都修不起來 因為沒有石頭可以挖 好現在是五城堡戰爭了 只剩下YOW有一棟城堡 可以繼續產出土耳其火槍兵 這邊少量弱 弱馬抓到了左邊的伐木工 伐木工只能選擇超串了 左邊完全沒有單位可以防守 但正面又已經被逼回了去 這裡只要火炮被換掉一台都很虧 這裡決定回頭打這個土耳其火槍兵 橫賺 火炮並沒有預測到動向 戰寶兵繼續輸出 火槍兵數量來到只剩下七隻左右 哇六隻了 太慘了 還在降 戰寶兵這邊做相當做的事情 但是土耳其人的火炮 還有三台就去保存起來 這波交換我覺得土耳其人是大虧 城堡自己也掉了一棟 然後還損失了這麼多的火槍兵 但川民術稍微有點平衡了一下 這邊大羅馬做到了一些事 好 又家裡終於守住了 沒有哥德威隊在煩了 這邊三台火炮直接南下 這邊南下要打的點是黃金礦 假如這邊黃金礦能拿下來 哥德就會有點危險了 哇 這邊火炮又預測到了一個位置 火炮升成優勢就盡情的poke了 預判哥德威隊的走向 哇 這一炮打下去又死兩隻 每一次都打三炮 聽起來挺刺激的 哇 這三炮瘋狂打 開始有點被壓制回去囉 一有洛馬之後 這些戰毛兵就很難盡情輸出 哥德威隊會一直追著洛馬打 這邊集火沒打到 火槍兵繼續輸出 後殼的結果 火槍兵 土耳其這邊拿到不錯的優勢 但這邊又少量哥德威隊想要做一個包夾 想去包後面火炮 但是接近到後方的時候 已經被火槍兵射到只剩下三隻哥德威隊 戰毛兵想要上前去硬點 但數量其實不夠多 道特這邊補下化學想要來增加一下 自己的戰毛兵的傷害 慢慢被壓了回來 這該如何是好呢 道特 火槍兵慢慢回到了十隻左右 但暗的不是土耳其火槍兵 而是一般的火槍兵而已 好 道特黃金開始被控下來 只要一進入到黃金的射程火炮 就可以盡情輸出 就不能盡情挖黃金了 好村民開始拉近 77村打70村 哥德威隊三隻在上方途徑 差一點換掉一台火炮 好險 又這邊已經完全斷金了 黃金已經不會再動了 但哥德這邊還有大概 1300塊的黃金的庫存可以挖 看千里斯要挖得完 好現在戰毛兵 每打一隻火槍兵都很賺 盡可能去跟對手換火槍是最好的選擇 但這邊快要扛不住 但少量的長香兵直接插了出來 這邊打算不出各的衛隊了 轉出火槍兵去打對方落馬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砍殺速度非常快速 但又沒有戰毛兵 沒有戰毛兵就打不贏 正面的土耳其火槍兵 火槍兵後面一直在輸出 道特被押回了家裡 哇這難道是一個絕地大反殺嗎 土耳其人這邊有機會 可以一舉拿下道特的所有經濟 農田區TC也爆了 這邊更多農田直接被騷擾 待會出來的垃圾兵就更少 又這邊已經不管了 全部ALL IN 肉類 肉馬 戰毛兵也直接硬點 但是黃金要被搶回去 道特很極限 火砲繼續輸出 這火砲血量非常多 哇一百滴血 坦度十足啊 這火砲 好 炸王兵盡可能的擋住對方的攻勢 戰毛兵也是瘋狂點後方 但是射箭場的數量越來越少 纏出來的戰毛兵也越來越少 道特這邊打出了聚聚 哇沒有辦法 哥的這一波打得已經很漂亮了 但又後面操作火槍配火砲 然後後面一直源源不絕捕過來的肉馬 造成讓哥的人沒辦法盡可能一波集結 一直持續被POKE的狀態 這個大軍無法集結 直接被抓掉了 雖然道特這邊也很努力控了戰毛兵 去硬換對方的火箱兵 那由於被POKE的數量太多次了 這個火砲一直瘋狂砸 砸掉太多戰毛兵 所以導致後期的一波 很容易就直接被火箱給帶走 還有這個火砲 那肉馬真的是出來擋前線傷害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道特這邊已經下非常多 黃金數率數了一點點 數了大概兩三千有 這其實也是滿多數量 但是這一波的結局 沒有想到道特前方的裝甲部品快攻 到了後期變成這樣子 如果左邊這塊區域能守下來的話 或是提早把這些村民拉走 可能結局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畢竟這邊損失了15村以上 對道特的經濟來說是一大打擊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次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